當然我們是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查山 但我感覺就像看劉冠聰的作品 但我不會想像到 已經有何時會跟他同台吃飯 李自稱可以說是金融的御用畫家 或金融授權畫小說的漫畫 還跟他合作開出版社 回想當年 他其實沒有想過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從來沒有想像過 因為一個作家一直在看他的作品 很小時候開始看他的作品 所謂的初生之族不畏虎 都是偶像的 或者是很難想像 會大家同台吃飯 但又不會有什麼很緊張很害怕 有什麼感覺當然是大人物 楊阿茶山其實是茶脈寡言一些 不多說話 但當然很有氣派 坐在這裡就已經是一代宗師 有他的氣場或者有他的氣度 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見的人見的事已經是 什麼沒見過 鄧小平也見過 提到跟金融的相處 李自稱就說其實有點阻滯 我不是聽得全部 他跟我用廣東話溝通 聽到七成 我覺得是有些如入寶山空手會 很多問題我想問他 但有些又聽不到 有些又不太好意思 雖然聽得不是太清楚 不過就工作上仍然合作無間 因為金融其實很少參與漫畫的創作 他不會一齊跟你編劇 不知道又畫這筆怎麼畫 當然不會 他給了一個版權來畫 有機會跟茶生吃飯的時候 問茶生有什麼意見 他就寫了幾句說話在書面上 他就寫著合作愉快 自敢欣慰 當然很開心 可惜我這本書未能找得出來 畫射雕和笑傲畫了六年多 還畫到頸椎出事 這次就為了一個為期一個月的展覽 他再次動筆畫金融的小說 用十二尺長的天龍百步水墨畫 來做主題畫 我不是特定畫一個小說的某一個場景 不像一個插圖 其實我希望這個作品 就是天龍百步的精神 去反映小說裡面 人性的一些很深刻的人性 展覽有百多件展品 金融迷真是不可以錯過